字幕志愿者 同学,暑假好 相隔六年之后 周杰伦终于推出了新创作《最伟大的作品》 看完MV之后 你的感想如何? 令人惊喜的是 最伟大的作品是一首向超现实主义致敬的歌曲 或许你会问 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呢? 超现实主义就是一种 想摆脱现实框架的艺术 所以这首歌最后一段写着 我想我不需要画框 它框不住情剑的速度 我的音符 全部是未来的艺术 之前在网路上线上课时 如果同学们没有打瞌睡 一定可以认出歌曲中 周杰伦所要寻找拍照打卡的艺术家们 我们就来瞧瞧 纸条上给的线索吧 第一个是玛格丽特 旁边还画了一颗苹果 第二个是达力 线索是翘胡子 第三个是长玉 旁边画的是人的双腿 老师 长玉是谁 线上课的时候 你可没说过哦 对 长玉 老师没有介绍 虽然大家已经毕业了 但是和老师的售后服务是没有期限的 只要你订阅和老师美术课的频道 不管你毕业多久 都可以更新你的艺术知识 好 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长玉吧 他出生于1895年 四川人 是一个富二代公子哥 就读上海美术学院时 刚好五四运动正如火如土地展开 身为一个热血青年 他无可避免地受氛围影响 也想到法国留学 他得到了大哥的资助 成功前往巴黎 与徐悲鸿 林丰眠 潘玉两等 成了中国首批留法学画的学生 刚到巴黎的长玉 很是意气风发 交友圈也很厉害 在巴黎艺术圈认识了杜像 贾科梅的之外 还跟徐志摩成了好友 这也是MV中 看到长玉的画摆在桌子上 徐志摩主动向周杰伦打招呼的原因 在MV中出现的盆栽作品 是长玉1950年画的聚锐银香 这类主题在国画中 属于岁朝清贡 有年节喜庆的意思 也因此 画中庆明以及花卉 都充满东方的味道 即使用的是西方的油彩与进物的题材 我们看到作品中的枝干以绿白蓝三色构成 蓝白 非植物自然的原色 但长玉大胆地把花盆的蓝白双色 由夏至上延展到植物之中 长玉还刻意抿除对花叶的描绘 透过简约的主干线条 表达植物向上生长的力量感 它一方面参考日式盆栽的造型 另一方面又用国画铁线苗的技巧 让植物从中央出发 沉路角式张开 到达左右之后 在拐90度参天值上 造就此画典雅尔不媚俗的独特魅力 不过 在纸条上画的线索是横直摆放的腿 这又是哪一幅作品呢 这是长玉1965年画的《驱腿裸女》 原作是这样的 也是他生前最后一件裸女作品 线条很深很硬 所以轮廓特别明显 但又透露着自在 因为一看是裸女 再看是山水 他在这件作品后面写着 如果在当期时 不遭穷困 情于作画 不知等到今日时尘 则早到成熟期以 万看 特作此季 实在1965 4月 他说的穷困 应该是自从他大哥去世后 开始家到中落 经济开始无以为继 但是1963年 他的人生曾经出现转机 就是当时中华民国的教育部长 黄继路邀请长玉 到台湾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各展 并且任教国立师范大学美术系 这让长玉视为人生的新起点 欣然同意前往台湾 他还将42幅作品 预先送到台湾准备展出 不料在动身之前 长玉临时起意想去埃及意游 但当时巴黎的埃及领事馆不肯在中华民国的护照上盖章 缺乏政治敏感度的长玉 竟转向中共大使馆申请护照 想当然而从埃及回来之后 没有了中华民国护照 长玉无法前往台湾 而他那一批画作只好留在历史博物馆 因错阳差之下 历史博物馆成了长玉晚期作品 收藏最全面的博物馆 赴台失败之后的他 越发潦倒失意 才会在《驱腿裸女》作品后面抒发感言 不料 1966年 有人到工作室敲门 无人应答 抢行开门之后 闻到一股煤气味 猜测是煤气炉没关好 长玉就这样在睡梦中 与世长辞 因为没有亲友可供联系 他的遗体就被埋葬在巴黎一处贫民窟墓地 没有葬礼 一直到30年后 才被有心人找到 并重新休憩 长玉生前 有人叫他东方的马蒂斯 也有人叫他中国的莫地里亚尼 但就在他贫困逝世50周年之后 作品在拍卖会上掀起热潮 这神展开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范骨 好啦 各位同学 今天的长玉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咯 吗 tob 不 我们下轮 爹都 我 差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